接著看這是百貨大戰 尤其是這種生活百貨 就在你我的生活當中 因為現在通路寶雅 他們之前才剛剛開出 專攻男性的五金用品店 最近他們又鎖定的是 女性族群開設了美妝專門店 要挑戰這個龍頭霸主的地位 但是現在康氏美 他們則是說他們要生活化一點 所以他們竟然有賣青菜 還有冷凍食品 粉底眼影口紅 各式彩妝 琳瑯滿目就擺在店門口 店面設計添加粉色元素 滿滿的少女心大噴發 生活百貨賣場 先前才開專攻男性市場的五金用品店 這次則鎖定女性族群 搶吃美妝大餅 所以走進美妝專門店 就可以發現彩妝類商品 是占整家店其實超過五成的 他們其中也是出現了很多 像社交媒體上超紅的韓妝 跟泰妝品牌 就是在搶攻15到30歲的 年輕女性客群 走到拓寬 增加試妝台 試衣間 迎合女性的購物習慣 選址更開在熱鬧商圈 平數從過去300到500瓶 縮小到200瓶左右 走的是小巧精美風 聚焦在保養品 衣美 彩妝 要挑戰美妝同路 霸主地位 脫照的部分 當然是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也看好 其實大家對於 其實現在大家對於美妝 保養的需求 是越來越重視了 所以我們也非常看重這一塊 保雅拼美妝展店來勢洶洶 全台擁有400家門市的康世美 則是搶生活化商機 購物欄放進青菜 生鮮雜貨 這竟然是在逛藥妝店 康世美挾著統一集團資源 從去年開始依照商圈特性 調整商品類別 甚至家開在傳統市場旁邊 就直接賣起生機食品 加上會員點數 可以跟超商同步累積 客群有望更多元 屈城市 康世美 比較齊全 比較豐富 比較多可以選擇 會員還可以積點什麼的 就還不錯 而藥妝龍頭屈城市 也非省油的燈 不僅線上線下雙布局 還利用500萬會員 大數據資料庫 劃分出消費型 遊客型 商業區型等 七種電型來搶不同的客群 放大獲利同時 還可以增加顧客黏著度 藥妝品牌各出花招搶客 藥妝市場可謂是進入戰果時代 東森財經 陳一軒 張華貞 台北採訪報導